张老师刚刚讲到 贸易战确实本质上影响了产业界 所以刚刚整理了台商 台湾电子业 连龙头厂商都在赔钱 所以我看是整体产业处境相当的惨烈 以中南海跟中国内部的经济状况来讲 现在的压力也很大 可是这两天我也看到了央视 或者中国党媒的宣传 想要打造深圳 然后来替代香港 其实现在的市局 这个舆论宣传 随着这个网际网路 各种宣传媒介的快速跟发达 大外宣变成每个国家 不一定有这个名词 但是都致力去拼的一个工作 譬如说美国大外宣 川普的推特大外宣 他每天推特 然后接下来上下直升机 再讲一下 大家看着他飘扬的头发跟领带 映照着直升机的引擎声 然后听他把他在推特上讲东西 再讲一遍 这就是大外宣 全世界没有人不注意他的话 不管他的话再怎么离谱 有道理也好离谱也好 所以这是美国大外宣 那么中国大外宣是什么 这个我们昨天节目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香港议题它定性 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特区政府 那么少部分人 就像昨天那四位人士 这个是反中乱港 就是这样子把它 这个抵我区分开来 刚才明老师也讲得非常详细 那最新的大外宣是他最近说 要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 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会落成 这个没有人晓得 但是至少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绝对有那个经济力量 再造一个新香港 所以香港搞乱了 搞穷了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香港 这到底能不能落实 不晓得就是大外宣的一部分 先画一个大饼 但是这一点来讲 深圳毕竟也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它不会是像香港一样 是独立于中国的关税区 所以你这个新深圳 这个示范区弄出来 如果贸易战还在进行的话 那么很明显的 这个是不可能 自外于中国以外的 不可能像香港一样 得到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所以它这个大外宣的意思就是说 贸易战终归是会结束的 所以我这个深圳新特区 大家还是可以寄予厚望 因为如果贸易战继续的话 你再搞这个新的特区 没有什么作用 像中国内地 现在一大堆开发区 创业园 多得不得了 这个都是先制造一个美好的愿景 这也是大外宣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台湾有没有大外宣呢 台湾大外宣这方面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较少一点 不过我们也看到 AIT今天大外宣 AIT的这个处长呢 今天南下到高雄 大外宣 去看这个国军的这个军舰 跟两栖突击车 不过呢 这么重要的一个正式行程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方面的我们国防部 外交部 其实并没有特别 部长 次长并没有随行 这个就是我们 所以怎样 蔡英文要赶快去蹭一下 我们这个是一种隐形大外宣 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时候 也不想过分挑衅中方 也不想说在这个时候 就是好像让他们觉得 我们是狭美自重 所以我们这个是隐形大外宣 那么香港的抗议者 有没有大外宣呢 也有 大家都知道 集资在许多这个媒体 包括台港的媒体 这个台湾的媒体刊登广告 这个象征他们抗争的决心 然后李嘉诚呢 这个人呢 虽然他是一个个人 可是他也富可敌骨 所以他也有大外宣 就像我们讲的 皇台之瓜 和何堪在在 这也是大外宣 所以 现在的这个年代 宣传 这个基本上是政策的先行 没有成功的宣传 政策也会打折扣 宣传就是政策的一部分